大陆的这个军事上的一些这个动作呢 是一个角度 那我方的回应呢 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出发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看国防部非常的重要 国防部的脸书说什么呢 敌人威胁要从台湾上空攻击 但飞得过来吗 你觉得这回应如何 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防部的这个脸书 国防部发言人脸书有没有 敌人威胁要从台湾上空发动攻击 但飞得过来吗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战备坚实啦 全天候的守护啦 不管高空低空啊 怎样怎样啊 我们都很棒啊 这个战机精良 这个精熟等等啊 然后台湾上空的声音 就是我们捍卫自由民主 反对专制威权 绝不低头等等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非常的辛苦 国军弟兄真是辛苦了啊 但是作为国防部的发言人 飞得过来吗 这什么意思呢 我稍微请这个蔡委员来平息一下 但是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我们继续来看啊 因为它的讯息细节非常多 光是这个供机的一些编队 它的一些机种 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还有包括海面上的一些舰艇等等 另外呢 包括它的时间啊 包括它飞到哪里 位置超越了中线 还有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等等 讯息量太大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第一个我们要关注到的 有没有这个山东舰 山东号航母 山东号航母上的这个舰载机 就是殲-15 它从太平洋一直飞飞飞飞到我们的东南海域 什么意思呢 懂的人就懂 熟悉军事的专家认为 这像是从东边直直插到心脏一般 也就是说台海防卫作战不再有前后方 我觉得国防部的发言人 如果话语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有足够的防空能力 确保他们飞不过来 对 这样说法会更好 如果是用质疑说 你飞得过来吗 那就 就试试看 那就问题就很大 所以可能发言人的用语上面 希望能够更谨慎 更庄重 更有效一点 其实应该这么讲 这一次的共军的演习 基本上我没有像去年那么担心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说 我说不用放心 你有几个 第一个 解放军不是发动战争的决策者 因为大陆的体制是只有党指挥枪 不准枪指挥党 所以如果中共的政治局 没有说你可以做什么 实弹飞弹演习的话 解放军是不敢动的 因为就他们的体制上 不像美军 以前还有麦克阿瑟说 我要怎么打 怎么打跟总统呛枪 解放军不会有这种行为 一定服从他们的党中央 那对于中共的政治局 这个最高决策单位来讲 他们现在处理这个 是要第一个训练他的军队 第二个呢 向美国某种表态 他不是在表态给台湾看的 因为他觉得这一次的 美国处理了这个麦卡锡的事件 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什么叫不满意 蔡英文还是跟麦卡锡见面 可以接受 因为你没有到台湾来呛瞎 所以虽不满意可以接受 所以他一定会把这次演习的规模 跟上一次降低很多 那可是呢 他的演习科目本来就排好了 对台湾岛的封锁也好 那么围堵也好 或者直接进攻也好 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剧本 跟我们台湾做防卫工作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的剧本 他们也有很多的剧本 他只是把其中的剧本 就拿出来演练一半 军队放在那边不演练也会生锈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看清楚 那也好我们台湾的军队 那也趁这个机会 拿出来做防御演练一下 比如说什么恒春 摆着防空灰弹 那哪里摆什么摆什么 我觉得没关系 军队跟军队就要较量 较量就要演习 演习就要检讨得失 可是我们要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所有的兵推 美国的兵推 或者我所了解台湾过去的兵推 美国不管是他政府做的兵推 他自乎做的兵推 剧本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的 而是什么 解放军在第一个时间点 如果真的想要攻打台湾 他第一个时间点 台湾的防攻武力 台湾的海军舰艇 在第一个时间就统统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足够密集的火炮 飞弹 导弹 在第一个时间趁其不备 就是把台湾的飞机 飞机场 战斗机 油库 大概全部都第一个时间就消灭 这个情形你不要也很压抑 乌克兰今天为什么打得那么惨 因为就在第一个时间的时候 他的海空军战力 全部都被俄罗斯给用导弹给消灭了 而中国大陆的导弹的数量 又远比俄罗斯多很多 而且距离又比俄罗斯近很多 那大陆上的火箭炮可以打500公里 比现在在俄乌战场上使用的S300 S400还要进步 因为S300是什么 最远打300公里 S400最远打400公里 现在大陆的火炮可以打500公里 对 委员在你讲话的同时 我跟你中间画面放的 你看到这个大电视有没有 这就是央视市出的动画片 我们昨天有讨论 这就是模拟到时候要夺取台湾的一个过程 你看到就是一个导弹齐发的概念 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 它只有两枚导弹 一个是集中台湾北部 一个是台湾南部 当然这是一个示意图 那从各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外媒就是冷嘲热风 哎呀 你打了那么多导弹 只有两发击中台湾 其他都掉到海里了吗 你怎么看 我想有人这种心情 我们也不必太讶异了 因为比较孩子气嘛 比较幼稚的心理 我觉得冰泽国之大事要很慎重 主旗事要很慎重来看待这个事情 那美国认为我们台湾在第一级的海空军会被消灭 所以我们没有 剩下来没有足够的防空武力 所以就会造成陆军庞大的损失 那么预估最少要有八万个陆军要阵亡 那我们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是 那难道我们除了军事的方法以外 没有别的解决的办法吗 就在刚刚出炉的美国有一本杂志 接纳时一定非常熟 叫做National Interest 这是被认为比较偏向 共和党的一个政论杂志 历史悠久 权威性很高 绝不乱说话 刚登了一篇文章 他说因为台海两岸的体量差距太大 那台湾的民进党一直给美国人灌输说 我们台湾一定有能力保护 全体老百姓愿意交途作战 所以你美国给我武器很放心 尽量支持我 他说这个是一个妄想 这是台湾民进党故意给美国的一个幻觉 他说因为这一场是各种兵推 都是没有胜算的一场战争 所以倒过来会使得台湾老百姓 在作战情绪上 不可能像乌克兰那么高昂 因为乌克兰有个很大的凭借 就是他明明知道 俄罗斯不管怎么打 不会消灭乌克兰 不会消灭基辅 而且俄罗斯会努力把平民的死伤降到最低点 这个可能跟台海战争真的爆发情形会不一样 所以他建议最好的方法是美国跟台湾都要做出一种姿态 让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 不会形成一致的意见说要攻打台湾 就让他们怀一个希望 就说好好谈 台湾不会是你的敌意的对象 不会是你抗中的基地 不会你是反中的平台 那请问 国家这样讲好像跟我们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我们罢不得 中国人羞慵 和阿公你拼 然后杜克大学在去年12月在台湾做 它叫做Open的一个 Open End的一个Survey 就是开放问题的调查 他说台湾只有多少 12.5%的人愿意参加军队 只有13.9%的人 愿意去抵挡共军的攻击 他说不到三成的这种比例 远低于乌克兰的九成 那他说因为这种现象是表示 你因为没有赢了机会 所以大家没有打了意愿 没有打了意愿 你就更没有赢了机会 那你把这种错误的印象 给美国的参众议员去做宣传 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他的选举的目的 会讲说我们努力 可是美国人又不可能真的派军队来 因为理由很简单 美国人即使派军队来也不会赢 所以唯一的办法 让中国的领导阶层 没有想要打台湾的动机 让他们对打不打台湾 有不同的意见 你不要逼得到最后说 他非打不可 形成统一的意见 那他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因为美国人的战略失误使得俄罗斯都靠向中国了 所以这个中俄所形成的一个集团 有全世界最大的核武 有全世界最大的能源 有全世界最大的粮食 你面对的是一个 美国面对的是有谁最强大的敌人 你不可以把他逼他 两个越靠越紧 其实我看到这次的演习 我心中一惊的是 其实台湾本身 被中国大陆的这个包围的网 已经越来越缩小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从原本的越过海峡中线 然后再步步的禁逼 已经禁逼到了我们一个 这个伸展都有困难的一个境地了 所以现在台湾 现在等于是一个这个砧板上的鱼肉了 你就算要做任何的 这个国防的新的布局 或者是突围 以现阶段 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一次军演 他所实施的模式跟范围 变成常态的话 那么未来不是他飞不飞得过来的问题 是我们飞不飞得出去的问题 所以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你说国防部这个时候 还要来呛说飞得过来吗 他如果飞得过来 你现在还有时间在这里发讯息吗 你就已经打起来了 所以重点是你飞不飞得出去 你敢不敢飞出去 人家已经飞到你家门口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在过去这几天我看到的是 我们的海军跟空军 我们只能够做驱离 只能够做喊话 但是重点来了 他们是被我们驱离走的吗 不是 是他们本来就没打算要进犯你 他本来就摆在你前面 摆给你看的 你以为你喊话 那几句喊一喊他就走了 你喊了他就不敢过来了 如果真的这么厉害 我们就派一排人 站在海峡中线喊话就好了 喊完大家都别来了 所以你觉得像这样就将来 它就是一个例行了吗 当然 这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他把海峡中线没收了 把海峡中线以东的台湾海峡 再逐渐的缩小我们的这个 伸展的空间 我们所有的布局的空间 都在逐渐的被限缩当中 今天限缩到这里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他再往前推四海里 推到你二十海里了呢 再往前推五海里推到你十五海里了呢 你是敢动还是不敢动 等到有一天到花莲跟台东的 这个观光客都可以拿望远镜来看 中国大陆的山东号在外海出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国防部到底是该打 还是不该打 所以我觉得其实让我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就的确如同刚才蔡委员讲的 中国大陆这一次 只是适度的展现出来 它的不满跟愤怒 而且是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 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 可是重点是 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 在限缩我们的空间 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 借着这个所有的 所有的军事演习 来进行各种的演练 所以它这次规模不是很大 虽然委员说不是很担心 它有相当的自制 但是它是有收获的不是吗 当然 所以刚才秀芳讲说殲-15 我现在很好奇的是 中国大陆到底哪一种飞机 还没有飞来过 这就是我在这个节目 我们常常讲的嘛 每一次我们都有新发现说 哇 这次飞来了 哪几架是从来没来过的 现在连殲-15也来了 那到底现在 中国大陆还有哪几架 没有飞来过 全员到齐 所以他们几乎已经是把台湾 周遭当作他们军事演练的 一个这个场域了 我们到底台湾 对我们周遭的海域跟空域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主导能力 我们几乎没有了 是谁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跟美国造成这样的 是民进党跟美国 把台湾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 缩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范围 居然国防部还可以自己在那里 自己自嗨自爽 说他们不敢飞过来 看到这样的过程 其实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担忧 没错 这一次是演习 可是下一次呢 有没有一次是从演习 变成是真的呢 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这些东西都不是任何人 可以说得准的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江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狼器座高品质老江 四季滋补 用料实在 简单一匙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哦